13平方尺,兩房,再連一個車位放售 發展商開價是1,158萬元新台幣 相當於港幣304萬左右 求除花車位價值約是40萬港幣 即是單計樓價是265萬港元左右 實用設計約是3,800港元 留意回台中和台北的一樣 買生盤都是有價格的 發展商開價不等同於成交價 參考近期同屋卷同類單位的成交價 約望是1,000萬元新台幣 即是大家可以住約有約望一成以內的二價空間 客房廳連開放式廚房的空間有約望200平方尺 而且間隔是正 跟香港的開放式廚房不能夠明火煮食不同 台灣這邊的條例比較寬鬆一些 只要裝有煙霧感應器就行了 客廳連接著約望30平方尺的露台 不過站在露台很容易就發現到困擾著台中人的一大問題 台中的氣候是非常之舒服的 不過有一個問題就是中南部都非常之受到困擾的 就是空氣污染的問題 有多嚴重呢 有這個露台的圍欄我們就可以看到了 不單止是圍欄空滿了層 就連玻璃拓門都有一層厚厚的灰塵 這幾年來因為能源政策的問題 所以我們的火力發電因為是燃煤 所以它的負載率比較高 造成說有比較多的一些污染源 那針對這一點其實我們的政府 目前有很積極地在改善 房間隔試制 不過客廳和睡房中間的通道位 就有近50平方尺 感覺有點浪費空間 兩間睡房都有兩面窗 自然光源充足 再加上旁邊的住宅都不高 日休的時候不開燈都很光亮 大房的面積有約束110平方尺 小房都有約束70平方尺 兩間房都有充足空間 可以放齊雙人床衣櫃等等的傢俬 這個單位是連基本裝修放售 長生地板都已經鋪好了 和廳和房的地板材質就不同 房是用木地板 而廳就是鋪鑽 洗手間只有棋缸 洗手間對面就有一個 用作曬用衣服的陽台 雖然全盤只有24個住宅單位 不過仍然有一個小營會所 包括了有健身室 閱讀室 和巴軟等等 管理費就要約80元新台幣一平 以我們剛剛參觀的單位為例 管理費就約約590港元 即是每平方尺的管理費 約8號6港元 對比起香港的新款 普遍都要約4港元一平方尺的管理費 就低很多了 阿文都提過 這個管理位於八旗重劃區 距離台中高鐵站 約約10分鐘的車程 這個區域延伸在七級重劃區 七級重劃區 是台中市率降最高的地方 那延伸到八旗來說 它是一個低密度開發 所以它的生活水平 在休憩方面其實是比較著重的 因為它處在八旗 是低密度開發的一個重劃區 那在區域內是全台中市率附地最多的地方 台中市過去30年由政府開發的重劃區 再加上有私人財團等自辦的重劃區 有近30個 但是看地圖 可能你未能夠想像到底有多少地 乘車去實地看一看 野片一望無濟的地都將會起住價格 不過供應多 沒有影響到樓價的聲勢 按台灣內政部數據 台中市過去偏然樓價升幅達到36 明顯是跑贏同期台福市的樓價 只是升約9% 成交量方面 代理說台中市的二手貨款 平均兩個月就有成交了 以台中市來說 其實交易的熱度其實蠻高的 平均大概每個月的成交量 都在4000到4500戶左右 那平均的成交期 如果從偉賣到成交 大概會有73天的時間 那因為最近的景區相對來說 臉病真的不能夠有弱 所以時間會稍微拉長一點 樓價不斷升 但是傷心的升幅就靠雪樓價 按台灣勞動部的統計 台灣大中不結身 畢業之後 1995年的評分工資增長 只是任務兩成左右 年輕人要一圓上車幕 與香港的年輕人一樣 都是靠庫光才行 當作爸媽有幫忙 一個年輕人現在天氣的東西 你要通過一條投資管 而且投資管指定台資 現在房價值得很貴 真的不貴 還不行 這樣最低大概兩張兩分 然後可能如果不是出台中 或是地外出的話 月薪賺那邊的錢 吃個半個月有1萬多元 大一個人 所以根本買不了房子 你平均來講20年以上的話 你可能是交了幾扣心 如果說你真的要用我的動作 穩定的話 至少要30多以上 當作人公平的夢想 你很難在35歲之前 也挖得到很奇怪 其實真的有點難 就變成你要住到很偏的地方 但你的招工費 那些都會吸引到更多的抬銷 雖然小台灣年輕人 都覺得上車遙遙無期 但相對於等樓價回票 他們都傾向認為 希望工資增長更加實際一點 事實上 當地年輕人 對工資增長的前景不會太過悲觀 原因是近年 台中市發展旅遊觀光業上面 非常之積極 近年對有不少由 舊建築物改變成的觀光新景點 多了文藝創作小店進駐 不僅吸引到台灣年輕人 甚至海外的年輕人 都會來這裏扮一下大文青 我長在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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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時近年也都多了 被標識的建築樂成 新舊建築交流 令到台中市面圍 帶有一些台北的城市感 帶又混合中南部地區 比較有限的生活布料區域 想享受一下台灣中南部人的生活 一定要去台中的夜市道逛逛 台灣中南部的夜市 原本就是當地人生活的一部分 和台北的夜市 和遊客店都不同 雖然近年遊客是多了 但這邊的夜市 仍然保留到傳統的遊戲餐 再加上有不少的獨式藥鐘店 都確認到不少台灣的學生 年輕人在這裏墜腳 但是發展旅遊業 又可以改造這些政策 令到租金升、地價升 這些地區的新款樓價也急升 特別就是台中美術館一帶 豪雜館湧延 下一集我們就會帶大家參觀 台中日本級的豪宅 實用面積約1,600平方尺 連全屋的豪裝 發展商開價是780萬港元 是否吸引呢? 記得繼續事實 還以體流斷